我們那個在鏡像方面的文化是這個 我們上次講過嘛 我上次講的時候忘了跟你們講那個最像的物理液啦 最像是從哪一項來的 從L平方 對不對 最像從L平方來的 L平方是角動量 那你們有沒有聯想到它最像的物理液 這是總能量嘛 對不對 這是衛能嘛 所以最像 離心衛能 你們都學過離心衛能 你們應該學過吧 那我就不用寫了 這項是離心衛能 那有角動量才有 如果L等於0的話是沒有角動量嘛 對不對 所以就沒有離心衛能 那我們上次我們上次解釋 我們上次是得到這個結論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再講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在星期二 星期二得到的結論 那這是通用的 因為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你們說有沒有用到特定的衛能 沒有 我們沒有用到特定的衛能 只要衛能是 正比R的R分之一的話 就是這個結論 那底下是另外一個 R很遠的時候 就離開原子核很遠的時候 這是靠近原子核嘛 這靠近原子核 對 這是離開原子核很遠 這樣清楚嗎 一個是靠近原子核 一個是離開原子核很遠 就是靠近原子核的時候 所以電子核的核能 電子核所看到的核能是 是正比R分之一的 那用相同的核能的話 我們來看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哪些可以省略 R趨近無限大 這一項趨近於頂 這一項呢 也趨近怎麼樣 也趨近於頂 但能量是什麼 能量是固定的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說 這兩項相對這一項可以怎麼樣 可以省略 所以就寫在這邊 因為這一項是固定不動 是常數嘛 它不會降成頂 後面這兩項都降成頂 所以這時候我們唯一方式變成什麼 這兩項就沒有掉嘛 剩下這一項 對不對 這唯一方式 這唯一方式你們熟不熟 這唯一方式 這唯一方式 有沒有覺得很熟 這是自由粒子的 這自由粒子的唯一方式 也就是我們在前面講那個 前面不是解過很多那個 常數未能的問題嗎 還是繼續的 常數未能 常數未能就是這個式子嘛 或者未能等於頂的時候 自由粒子也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解是什麼解 它的解是什麼解 我們分成兩種 一個是 一 一小一點 就能量比 能量小一點 這是我們該怎麼解 我們有先講那個一度空間 一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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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數未能的時候 我們不是分成兩種情形嘛 對不對 一種情形是什麼 一大一點 一小一點 一小一點 Tool的 Kappa A 一個是 R Kappa 那這小是發散 用 R去淨無限大 它是发散的 所以我们这个要怎么样 不包括这一项 所以我就把这个去掉了 这样清楚吗 我就把这个去掉 那不要忘了 这还不是近象破函数 这个才是近象破函数 对不对 所以大R的话 我们要写什么 所以告诉我们说R等什么 等负A 这是我们的结论 那这边我要你们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得到这个设置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 对所有原子的话 不同的原子的话差别在哪里 不同原子的话是哪 什么地方的差别 不同原子的 我们在文化是对不对 不同原子的话差别在哪里 这一项是所有原子都一样的 不管什么为能 这都一样 不同原子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一项 听清楚吗 那不管什么样原子 这一项都怎么样 都趋近于零 很远的时候 离开原子很远的时候 都趋近零 所以这结论告诉我们说 不管什么原子的话 都怎么样 都适用的 相信什么 那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原子 不管什么原子 你的电子的波函数 当离开原子核很远的时候 它都是这个形态 相信什么 它都是怎样 只是函数下降的函数 这样会的吗 这是 那另一种形式是大于零的 那你们告诉我 大于零我们用哪一个 COP还是K 对用K 对不对 那它就有两个结 是不是 那我们 除以R 我们有两个结 我先来问你们 你们晓晓这两个结 是有什么物理 一个是正的IKR 一个是负的IKR 这两个 有什么特别的物理 怎么样 对啦 哪一个是远离的 对这个是怎么样 离开原子核的 那这是怎么样 进到原子核去 那这个问题是 以后我们再谈到 闪射的问题的时候 才会用到 闪射的话 就我们有一个进来的坡 又有什么样 又有折射 就是说绕射回去的坡 讲到会没有 那我 我导这些式子 从这一个开始 从这里 对不对 从这个式子 然后到 这两个结论 都是适用于 各样的原子都适用的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得到这结论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 我们没有用特定的 我们没有用特定的卫能 这样听什么 就原子的卫能 在一般的原子的卫能化 这结论都适用的 所以 那这边就 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说 告诉我们就说 例如说 当你在画那个 波函数的时候 在画波函数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靠近R去近点的时候 你该怎么画 这样就知道 然后上去跟我们讲过 L等于1的话是直线 L等于2呢 是泡沫线 L等于3呢 没有特定名称 L等于3就上升很快了 这样好吗 OK 那我们已经一般特性 我们都有讲过了 那底下我们解一些 我们就解一些特定的V 特定的卫能 然后我们来 来得到他的扑寒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最简单的是哪 最简单的是什么样的未能 最简单什么样的未能 对 常识未能 因为以前我们在解 那一度空间 我们也是解常识未能 OK 那我们看 如果是常识未能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一项 我们把这个移到右边去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 我们再回复到原先的RL这方式 你们都有抄下来 你们应该都有抄下来 书上也有 这样会吗 我们再复乎这 那你把 那你把未能那一项 把它移到这边来 该写是这样子 不是这个的 这个是U嘛 所以U我们现在把它换成原先的R 换成原先的RL 我们把这个量 把这个量用跟这个一样 K 用K这个表来表示 那我们就得到 就这个量 就后来 我们就这个量 用K平方来表示 有没有问题 然后底下我们换成一个没有单位因次的 我们知道R是长度单位 我们换成一个没有单位因次的 我们用这个变量 我们这样 R等于是K乘上R 这样我们围用方式就变成这样子 这围用方式要变成这样子 就在这里 把R换成R 然后R是没有单位因次的 因为我们知道K的单位因次是什么 长度单位 长度的倒数 然后这是长度 所以两个成材是没有单位因次的 这个维方式的解 这个维方式是一种特殊函数 这维方式是个特殊函数 达探名称叫怎样 名称叫Skip or別式方形 它的解有两种 两个独立解 一个是这个 它就有两个独立解 这两个解都满足这维方式 那这上面这个叫Skip or別式 后面叫Skip or別式方形 对不起 这Special function 你们学过没有 电池水没有学过吗 因为电池水会用到 电池水里面在解那个柱面对称的 柱面那个编辑条件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 柱面对称 就圆柱形的那个编辑条件 我们知道L是从零到 我们已经知道L是从零到无限大 对不对 L等于零 L等于一 做形式都很简单 我这样写 就说L 这零次方 这零次方 这零次方这等于1 这零次方所以是这个 所以是这个 这边零次方也一样 零次方是cos多 所以cos也多 除以多 你们对一下 看你们书上有没有这些函数 你们找找看 你们书上后面不是index吗 对不对 然后看有没有 supical basic function 跟supical legal function 那通常 这两个是独立解的 这两个是独立解 那一般解是什么 一般是这两个解的什么 的线性和 这样讲清楚 那我们在 我们知道 这是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 如果 如果1大于v的话 k是什么 k是数数 那如果倒过来 能量比位能小呢 我们以前用kappa没有错 不过kappa也可以写成什么 对也可以写成ik 所以当 我写在这边 我写在这边 刚一大也不一对对 k是数数 k是数数对 有没有写下来 能量比位能小也就是负的动能 这时候 我们就不是用这两个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原因 等一下我把那个 我们就定义另外一样叫做什么样 这两个函数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它的特殊意义 这两个函数是 Suprope 或者看一看 这两个叫做 Suprope Hanker Function 这是第一类的 这是第二类的 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 让你们知道这两个函数到底是什么样的函数 那这些都是属于特殊函数里头一种 那在我们物理上这些特殊函数都是 都是我们量子物理要用到 电磁学要用到 这两个 电磁学用在哪里呢 电磁学用在那个原子坐标 你在解原子坐标 那打plus equation的时候就要用到 那底下我举一个例子 举那个L等于0做例子 我这边已经把那个 这边我已经把那个L等于0写在这边了 那你知道这两个可以写成什么函数 可以这样写 你们注意 就是说我们这sin的L可以写成什么 2i然后怎么样 指数函数的i什么 iL减掉 负的i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对 L两倍的 然后指数函数的iL加上负iL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应该都知道吧 这个应该都知道 那我现在把它把那个带到左边去 那我们来看 我们看这个定义 H0 我们现在改成i kappaR 对不对 我们根据这个定义 等于Z0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i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 这是多吗 对不起 这是原先的多吗 多在这里 多在这里 你把多带进去 就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等于什么 这等于右边这个 2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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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是什么 i kappaR 对不对 2i然后都是i kappaR 对不对 然后上面分子呢 分子是指数函数 i然后i i kappaR 然后再减掉 负i i kappaR 那加在后面那一项 i然后2i 对不对 对 到这一部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这一项 你看这一项是 i乘到i 是多少 负的 负的 然后分母是2 kappaR 对不对 那分子呢 这等于什么 这是i乘到i是i平方 所以是负的 所以负的 负的kappaR 减掉 减掉这是变成正的 负的kappaR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第二项 i跟i消掉 i跟i消掉 对不对 然后底下是两倍的kappaR 那上面这个负的 然后再加上 所以是哪些消掉 其中有一个项消掉 对不对 不过 我们看这一项是负的 这是正的 所以这好像再消掉 这个没有消掉 所以跟kappa 是生相来像 其后跟 不过 跟我 好像什么地方 凑掉了 因为我记忆里头 记忆里头是 first kind first kind first kind 是负的 second kind 是正的 所以好像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凑掉了 就两个倒过来 一个是 我记得是first kind first kind 是那个 应该这边是负的 但我不晓得怎么回事 那另外一个second kind 是正 两个倒过来 我们看什么地方凑掉了 这两个相捲是2i 2i sign sign很多 2i sign 然后2i跟2i消掉 好像没有凑啊 你们有没有看这些什么凑掉 什么凑掉 这个定义没有错 这个定义是这样定义没有错 我把那个结果写出来 H0 正确的公式 是这样子 什么地方凑掉 我们再检查 正确的公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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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在这边 对 对 这边有个符号 我刚刚漏掉 你们听下去 这边有个符号 这样就对了 因为这边有个符号 我刚刚漏掉 你们知道这边有个符号 所以这边有个符号 所以这边有个符号 所以这边就变成符的 所以这边是多少 这样没问题 这样知道什么意思 那另外一个 你用相同的方法 你可以得到这 这是 你们叫这个定义 你把原先的这个式子 变成功二负数 就是原先 原先这个变成功二负数 很多 我这样写好了 那 所以H2 变成功二负数 变成什么 把这变成功二负数 变成什么 负的 这边I 换成负的 i 对不起 底下是负的 i 多 那你现在把它换成 i kappa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是kappa ok 这样会了吧 所以从这边告诉我们 就是说 告诉我们它的特性就是说 first kind 就是Square function first kind 它是怎么样 它是指数函数下降的 对了吗 那second kind 是怎么样 指数函数是什么 指数函数上升的 一个是指数函数下降 一个是指数函数上升的 指数函数上升的 那Square 这两个呢 这两个都什么样 都Sine函数 Sine函数什么样的特性 Sine跟Cosine 什么样的特性 它是震荡的 这样会吗 所以这两组函数有个很重要的特性 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 如果能量大于 如果能量大于 微能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形态 是震荡的 因为它是Sine函数 Cosine函数 所以它随 距离的变化是什么样 是震荡的 那如果是能量比微能小的话 它是怎么样 指数函数上升 或指数函数怎么样 下降 这样会的吗 这两个特性要记住 那我们再学 对不起 我们再学特殊函数 有几个地方你们要注意 但我不会 我不会要求你们背起来 我不会要求你们背起来 但有些特殊函数的一些特性 你们要记得 那我现在把特殊函数的一些 有关那个Squik-Beser这些函数的特性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 就渐进式 就是说 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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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样的表示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第一个 我记得就是等于R-3-0 就是R-3-0 很小的时候 那它建议是这样 R-0 OK Squik-Beser是什么样 当R-3-0 R很小的时候 趋近一点的时候 R-0 是趋近一点 R-0 R-0 就双阶层 我们原先的阶层是什么 N阶层是等于 1-3-2-3-4 然后一直到N 对不对 双阶层 就是 1-3-5-7 这样会吗 就跳两个 这边是隔不长 1-2-3-4 然后隔两个 隔三个 对不起 就隔两个 这样会吗 应该学过啊 没有学过啊 所以你看 这是 父母是奇数 父母是奇数 你看有没有看到 这是奇数 奇数的那个 所以它跳两个 这样会的 那么你看 这两个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重要特性 小朋友说一下 我们看上面这个 我们知道多是什么 多是 K乘乘R 对不对 所以这告诉我们是说 它是R的几次方 多少 R的L次方 对 这是多嘛 这是KR嘛 所以是R的L次方 那这告诉我们 你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诗子 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我们上这一节课 上这一节课 不是刚刚讲吗 我们不是解那个 蛤 我们不是解识了 D-J-U-Q吗 还继续呢 我们解识了D-J-U-Q 然后我们不是说 R去经理0 R去经理0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形态 不然是什么形态 不然就是R的L次方 那我在讲那个词 我有没有说特定的未能 没有啊 所以这结论跟我们前面 结论怎么样 是一样的 同时这里告诉我们说 L等于0 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L等于是常数 所以当L等于 L等于 L等于0的时候 它是去 对不起 L等于0的时候 会不会去经理0 不会 对不起 不是常数 就是说 L等于0的时候 它去经什么 0次方 这样会的 那这个呢 我们看底下这个 告诉我们什么 是发散的 是发散的 除了L等于0以外 除了L等于0以外 还是都是发散的 都是发散的 还是都是发散的 还是都是发散的 而且我们从这边看 这是所有情况都适用的 不管R多少都适用的 我们看 R去经理0的话 这父母去经理多少 Cos0是多少 Cos0 比父母趋近0 所以还是发散 不过这是 应该没有错 我再交对一下 因为这是 这从数学上超出 应该没有错 但很想这边是 趋近0是趋近 也是趋近无限大 所以都是趋近无限大 但这个式子看不出来 我在检查一下 看什么地方 只有我有问题 那底下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底下有讲的是 R去年无限大的时候 你说NJ是什么那个 没有啊 对啊 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这边应该加个注明 我在检查一下 这次方对不对 对啊 这上面定义是不能包包顶 所以我再检查一下 那个L等应该怎么办 不过从这边看出来 L等应该还是发散的 那怎么样 这边有是吗 这里面那个书上的 你们书上的142页 你们查一下书上142页 对不对 我这边谁凑掉了 L加1 我超臭掉了 我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超的是有呼号 你们书上没有呼号 但我这边超的是有呼号 我再交对一下 我再交对有书上 我在交对有这个超的 可能原先是 可能我一天那个 我这次超原先的版本的 我再交对一下 看是不是原先的版本臭掉了 OK 你们交对一下 那142页 OK 所以第二个试子 我下次再跟你们澄清 OK OK